首先要先来关注到的是 这个呢 目前本届获得六项提名的电影游牧人生呢 又再次获得了这一届的大奖最佳影片 那么刚刚才拿下最佳导演的华裔导演赵婷呢 他在刚刚也再次的上台 也感谢影迷还有评审的青睐了 那么另外一部也有获奖的作品呢 在颁奖之前 其实就已经获得了全球观众的广大回响 而且不负众望这一次呢 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记录长片的奖项 获奖作品呢 叫做《我的章鱼老师》 那么这部记录长片呢 描述的是一位身心疲惫的电影工作者 他回到这个家乡海边的时候呢 观察了章鱼 还有跟章鱼互动的过程 那么他的人生也因此受到了启发而改变 拍摄地点呢 其实就是制作人福斯特在南非海藻森林 好 接下来进一步要来看到的是 入围今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人 有谁呢 包括了有这个李斯阿麦德拉 还有这个曾经饰演过黑豹的查韦克伯斯曼 以及呢安东尼霍普金斯 还有盖瑞欧德曼一基 这个饰演这个《暮想之地》的史蒂芬源 而今年最被看好的人呢 其实原本是这个饰演黑豹的男星查德维克伯斯曼 那么在这个电影《蓝掉天后》里呢 他原本饰演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号乐手 从野心勃勃演到了绝望 演技很精湛 但是不幸的是呢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去年八月他因为这个大肠癌是已经病逝了 而且其实呢 他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变得很销售 但是呢演技依然获得肯定 因为今年呢这部片 他获得了金球奖影帝 呼声原本是相当高的 但是呢结果刚刚出炉了 他的对手安东尼霍普金斯 刚刚获奖了成为今年新的影帝 83岁的安东尼霍普金斯呢 曾经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 他演出这个沉默的羔羊里头的杀人魔 而且当年呢他也因此获得了奥斯卡影帝 不过今年呢他不扮杀人魔 在新作品里头 他饰演了有失智症的老父亲 这一次呢再拿下影帝 已经是他的第二作小金人了 看完影帝来关心影后的部分呢 今年入围最佳女主角的包括了 有这个维拉戴维斯啦 还有安德拉戴 还有凡尼沙寇比是白寡妇 大家很熟悉的 另外呢还有像是法兰西斯麦朵曼啦 以及这个凯利莫里根 很多人都形容呢 其实今年这个影后的奖项 根本是死亡之族 因为每个入围者呢都已经得过了很多的奖项了 不过呢结果刚刚也揭晓了 是由这个在游牧人生当中的法兰西斯麦朵曼 打败了其他的女星 成为这一届的影后 其实先前呢就已经有这个电影杂志的影评 就认为说麦朵曼他在游牧人生当中呢 有一些细腻的表情变化啦 是这个电影里头的一大看点 因为很能触动人心 结果果然得奖了 那么这也是他呢第三次在奥斯卡上头 丰厚了 其实呢过去奥斯卡典礼都是在二月底举行 但是呢今年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所以延迟了两个月 而且今年场地也有变化 以往呢都是在这个好莱坞的杜比剧院来举行 大家印象当中画面应该是在这个场地 不过今年呢分了两个地方 主要的场景呢 搬到了洛杉矶市中心的联合车站里头 这两个地方呢开车大概需要25分钟左右 典礼制作人说呢 他想把典礼的现场打造的像是一部电影一样 所以呢 事先主办单位就已经先释出了这个典礼的概念图 现场看起来相当的梦幻 那今年的这个重量级颁奖人呢 来看到了像是有布莱德比特啦 这个瑞尼奇维格啦 还有饰演小丑获得影帝的这个瓦克林菲尼克 以及因为这个近身上流获得最佳导演的 这个凤俊浩 他们都是今年的颁奖人 那么美国呢 其实在今年施打疫苗之前呢 疫情算是蛮严重的 所以呢 像是这个有爱美奖啦 金球奖格莱美奖 今年其实都是透过这个视讯来颁奖的 只是大家认为这个效果不太好 所以呢 今年的收视也不好 因此呢 奥斯卡的主办方不希望透过这个视讯来颁奖 希望这个入围者呢 可以亲自出席 但是呢 今年的红地毯规格 有稍微缩水了一点 现场也只有开放了20家媒体采访 就是为了要落实防疫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奥斯卡讯息提供给您